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来到飞飞老师的新概念英语三册的课堂 那么不知不觉我们第一阶段的课程已经到了Lesson 5 那我们来看这篇文章到底带给我们一些什么东西呢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进行的课程,新概念英语三册第五课 Lesson 5,题目叫The Facts,事实,数据 那么同学们,这篇文章如果你读过的话 你会发现同学们讲的是一个什么话题 跟以前讲的不一样 这篇文章讲的是一个非常特色的话题叫做新闻传媒类 那么大家知道在高考中我们阅读分四篇加一篇七上五 阅读的第二篇的文体都是叫做新闻传媒类 往往都有些什么编辑啊,记者啊,报告等等 所以大家有必要多去接触这些词汇 别等到高考的时候抓耳挠塞 所以今天呢我们作为一个扫盲 先来读读这篇文章 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 我们先扫扫盲,看看新闻传媒类有哪些词汇 我们必须要记住 那么同学们,于是我们进入了文章的第一段 刚开始就出现了 到这为止上就出现一些什么报纸啊,杂志啊,期刊等文章 所以我觉得第一,我们要做一个词汇的扫盲 我个人认为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新闻传媒类,首先我们要知道起码的几个词 就是the people who work for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那些为报刊,杂志工作的人,大概有三种人 当然分别是跟我读一下,第一种人,一起来reporter 再来一遍reporter,ok,journalist,journalist 往下editor,editor,以及下面可能比较难见到 一般一起来column加east,一起来columnist,columnist 有的人说老师他们有什么区别呢 当然我个人感觉最牛的应该叫做editor 就相当于老板那种感觉,他叫做编辑 当然也有小编,当然别忘了我们还有chief editor what is chief editor,很好,你猜出来了 chief叫主要的,首要的,我们叫主编 那就是一个报刊杂志社的领导了,对吧 那么同学们,什么叫reporter和journalist呢 他们都叫记者,不过各有千秋,看词根reporter叫报告 往往是被编辑说你去,给我走个去,有一个什么两会啊 一个正会,你去,然后他就这样照相啊,去采访 采访完了呢,比如说这个这个主席啊,那个那个领导啊 姓什么啊,我记得这,回了以后,我要去reporter to the editor 跟exter报告,然后在exter编辑做一个编辑 他主要是报告,一般你的形象拿个话朵到处问啊 跟狗仔队一样,对吧 那么什么叫journalist 大家还记得journey是什么意思吧 叫长而艰辛的旅行 读过一本书,the journey to the west 向西方的旅行,我们叫西游记 多艰辛啊 而journalist让我想到什么 一根长途跋涉 那些摄影记者 到战火纷飞的地方 伊拉克也好,科威特,叙利亚等等 然后回来发出战地报道 所以这叫journalist 还是个偏重 一个强调是报告 一个强调长途跋涉 那么最后一个大家想一下 什么叫column 如果大家上网比较多见的话 column这个词是指专栏 对吧 那同学们大家在读书报纸的时候发现 老有一个作家比较好名 于是请他来专门type一个小专栏 这个专栏每周都有他的一个 他都给你写一段 每周都写一段 比如说刘老师可能在某一个报纸 学生寺的一个英里报上 有一个column 我就是一个columnist 专栏作家 我每周写一话题 比如第一周写定义从事的使用 第二周写新概念翻册 什么什么的讨论 都把第三个写一个作文的写作技法 这就是一起来columnist 当我们有很多财经专栏作家 也有很多心理专栏作家 这个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所以知道这些词 我们来看文章是否能好懂一些 说杂志和报纸的编辑通常go to extremes to provide the readers 提供给读者什么呢 一些不重要的事实和statistics 第一季就翻了 有很多词 首先第一个词就让大家一下就傻眼了 什么叫go to extreme 那么回过头来 大家还记得什么叫extreme吗 它是一个形容词 叫做 没错 它的意思叫做极其的 极端的 比如举个例子 what is extreme weather 极端的天气 刮风下雨雪灾 对吧 恶劣的天气 比如这个就是一个极端的案例 我们就可以说an extreme example 当然猜猜什么叫extreme sport 有些同学最喜欢玩的是extreme sport 比一些traditional sport要刺激的多 极限运动 真是到了头 没有超过他的 再超过他 就是当然不说了 就是往天堂去的运动了 所以同学们 这叫extreme 那么都是它的形容词 今天我们再来看 extreme的副词 需要在后面加一个ly 读成extremely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叫极其地 王老师 初中我也学会极其地 你极其的聪明 我会用you are very clever 不过以后大家忘了very 这个特别二的词汇 不要再写作老出现 我们换成extremely 就非常到位了 所以extremely 完全等于very That book is very interesting 这个书非常有趣 怎么说呀 That book is extremely interesting 这样的话感觉是否 与众不同呢 比如再举个例子 The boy is very clever 我们可以换成 The boy is extremely clever 很好 修词极其的 副词极其的 那么今天我们再来看 名词也叫extreme 它的意思就叫极端 尽头极端的意思 那你猜在什么叫 go to 注意还得加s 一个东西都两个extreme 左端和右端 那don't go to extremes 不要走极端 跟中文是不是一样啊 比如有人老公 刘老说 you don't have to go to extremes to lose weight 你没必要总是走极端去减肥 要么就是十天一顿饭不吃 对吧那行 我就走另一个极端 要么就一天吃十顿 这就是go to extremes 太极端了这个人 那么同学们 有的时候还有一个词组 希望大家记一记 就go from one extreme to another 什么意思啊 从一个极端 一会儿走向另一个极端 要么一天吃十顿 要么十天不吃饭 这种东西对身体态度 we should never go to go from one extreme to another 我觉得这两个词组 记住extreme就没有问题了 好那么同学们继续看 知道这个词组 我们来看 说报刊杂志的编辑 喜欢走极端 怎么走极端呢 去provide学过 提供给读者一些 不重要的事实 对吧 那么同学们 首先我们来看 provide叫做提供 它的用法很重要 大家肯定还需要一个提供 叫offer 但是provide这个词 要记中它的用法 动词的词组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看 provide叫提供 首先我们来看 提供某事给某人 provide something 什么somebody 这是很重要的 一定要记住 我们叫为了某人 而提供某事 那个为了的感觉 是不是哪个借词啊 for吧 所以叫做 provide something for somebody 比如玩造句 我提供给你一个机会 我要说 I will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you 能明白这意思吗 比如来看一个句子呗 the hotel provides a shoe cleaning service for guests 这个宾馆 提供了一个擦鞋的服务 为了客人 但是如果你掉个头 提供某某事 provide somebody 什么something呢 如果你不知道 看看文章怎么写的 或者你大胆猜一猜 用某事提供给某人 注意借词不一样 我们叫provide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说白了这句话 如果我把人格的钱 你要什么写呢 the hotel provide guests 提供客人 with a shoe cleaning service 这就是provide用法 你要备好 provide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provide something for somebody 这在中学的动词里 太重要的一个词汇 因为以后学多了 还要跟这个提供便系呢 offer也叫提供 用法不同 offer somebody 什么something 注意直接something but offer something 什么somebody 注意接词右边 我们叫to somebody 如果你有能力 一起来记 I will offer you an opportunity I will offer an opportunity to you but I will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you I will provide you with an opportunity provide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你不知道能不能背下了 背下的话 这个结构以后 你也能写出来 去提供somebody with unimportant facts and statistics 有的人说 这个词是我们词汇表中的一个生词 注意这个词 永远以S结尾 它到底什么意思 到高考的时候 到中考的时候 阅读中 你要大胆猜 你没有按的证明这个词 估计就是这个词 它差不多就行了 不过今天我们要学好它 这个词叫 数字统计数据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词一起来 跟我读一下吧 statistics 再来一遍 statistics 它的意思叫数据 我们在电脑中的数据叫data 什么数据库 但这个数据都是什么 都是统计出来什么 国家统计局 统计数据出来 要发布的一些指标 叫统计数据 比如北京市市民平均工资的一个统计数据 北京或者河南市人民的平均寿命的一个统计数据 我们把年纪中拍成绩的一个statistics 是这种统计起来的数据 那么注意如果你不知道就被词组 什么词组呢 第一个词组要记 叫做统计数据表明 我们会用哪个词表明呢 于是大家能想到第一个词叫show 或者别忘了suggest 是suggest只有建议之外 放在数据后面都只表示show的意思 都是意思叫表明 statistics show statistics suggest that 注意由于统计数据往往不是一组数 对吧 往往统计对一个比二公子的 所以它永远是负数的形式 这块加个单十二数是不行的 我们永远用show不许说shows statistics show that women live longer than men 什么意思 研究数据统计数据表明 妇女女人活得比男人长 经过十年的统计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像报纸上官话了 再往下还有一个词读而进 就according to 大家都学过什么什么上书 报纸上说就according to newspaper 我妈妈说according to my mother 你怎么知道故事里说了 according to the story 根记或者叫什么什么上书 30%的同学说according to 30% of the students 那么统计数据表明according to statistics 那么什么叫official官方的 官方统计数据表明更强位了 日本的工作时间 The Japanese work work longer hours that work in most other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日本人工作时间长比什么呢 比那些在哪的工人呢 在一些在叫工业化的国家 其实就是发达国家 日本人工作时间太长 对我们当然去日本很有意思 大家有机会去参观一下 那日本人都是不是拿着公安刀去上班 都是拿着咱们去坐飞机的行李箱上班 我们当时都觉得太奇怪 后来才发现东西多 就像现在咱们中小学位 发现是不是有很多同学 背书包都五背了 那书还摆一个拉杆 那是因为书包太沉了 所以就知道work longer hours 就是according to official statistics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这句就研究完了 有几个重点的现象 希望大家跟我把它背下来 回家一定要多看书 那么接下来往下走 好那么刚开始呢 他同学们 他有一般现在时代的看出来了吧 一般现在表现经常反复 也就是说刚才说一个道理 说呀编辑们都有这个爱好 通常都怎么样 于是接下来讲故事了 讲故事一看 过去是出现了 last year 去年一个journalist叫做记者 而且都是去国外的那种记者 才叫journalist 长途跋涉 又看看他去了哪儿 had been instructed by a well-known magazine to write an article on the president's palace in the new African republic 果然这记者不在国内 在非洲的共和国 对吧 叫African Republic 共和国 中国叫做the people's republic 人民的共和国 那么同学们 去年一个记者呢 被怎么样了 被一个well-known magazine well-known大家学过 叫众所周知的 还记得上次的无名女学员 不命不明的默默无闻的叫 unknow 别忘了这两个翻译词啊 一个记者被怎么样 被一个著名的杂志 让去写一个文章article 什么叫instruct 大家一定要看好这个词 非常重要的动词 它的意思叫什么 告知 你说老是告知 初中学的哪个 T开头的 tel吧 这来有区别吗 恭喜你 没有区别 他们的意思是一样的 tel means instruct 都叫告知 为的区别 就是你后学的词 文雅 还是新学的文雅 当然这个文走走 咱就不叫告速 你看哦 告知简称 告速加通知 对吧 告知一般都很少 跟妈妈说 妈妈我告知你 我上学了 不能这样说 当然了 比较文雅而已 那么既然 意思一样 四周一样 告诉某人去做某事 大家记得一句 叫tel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那同学们 那你告诉instruct 是不是就是 instruct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记住 它的意思叫 告诉某人 做某事 不过比较文雅 告知某人 做某事 那以后遇到 大家instruct 你不懂的地方 换成tel 你肯定能明白 I want you to instruct them that they must leave before next Monday 什么意思呢 就是 I want you to tell them 我想你告诉他们 搞的什么 并从去 他们必须下周一 之前给我搬家 离开 走人 instruct somebody means tell somebody 还记得什么叫construct吗 千万别混 这不是在上几节 各讲的一个词吗 它完全能有哪个词呢 build 建造 当时我说construct 一般加一些建造 也比较文雅 建造比较平面的东西 建造大楼啊 建造公路啊 建造桥 你说我自己 做了一个小船 还是直的 那就build就可以了 所以instruct如果知道的话 那么这文章 我们看看能不能读懂